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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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介入到精神健康这件事也挺有趣 例如我很不开心 我现在在家或看过医生在用药 一下子不可以立刻痊愈 或者说我没事 这段时间的疗情慢慢就会好过来 你们的介入是怎样做的? 有什么选择和可以帮助相关的病人? 就着情绪病来说 例如我刚才提及过 我们都会用一些社交心理治疗 其实里面有一个部份很重要 就是一些属于生活重整的治疗 其实情绪病来说 我打个比喻 例如一般我们所说的身体疾病 如果严重起来 可能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呼吸 甚至会有呼吸困难 当然刚才所说的情绪病 未必会严重到令到即时有什么呼吸困难 不过其实我们的情绪如果不健康 有情绪困扰或者有情绪病 其实都会影响我们漸漸 喪失了一种本能 就像呼吸那样一种本能 这种本能就是寻找快乐 寻找正面情绪的动机和能力 属于社交心理治疗里面 我们很重视就是我们会协助我们的症 去令他们可以重新找回快乐 其实原来寻找快乐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其实当我们有情绪困业 或者情绪病的时候 我们已经忘记了有什么方法 可以去找开心 其实以我的平时教导下 其实我们也有起码有18个途径 可以找开心 我今天也想介绍一下 其中一个途径就是练 练练 其实什么叫练 什么是属于练练的活动 其实凡是有一些练习 锻炼成分 包括在内的活动 都属于练练的活动 譬如有些人去健身 有些人去健身 其实是想提升自己的练习 或者保持自己的体格 有些人会跑步去训练自己的心肺功能 当然再练下去 可能会参加麻辣虫 其实另外有些 我想现在会越来越成行 就是属于一些保健养生的运动 当然保健运动 可能大家会想到做太极 或者做一些运动 去提升自己的心肺功能 肌肉关节 甚至乎眼睛等各种 其实有一种养生保健运动 都包含在练练的活动里面 这种就是健身器功 运动也听得多 健身也听过 气功也听过 健身器功加在一起 是什么一回事呢 Kino 好像你和壮华说 其实真的很多人听过健身 强身健体 或者做健 或者气功很多人都听过 但是健身器功 其实依然有相当无分的人 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加在一起 或者我首先说一下气功这两个字 我想气功大家不会陌生的 也听过的 不过其实坊间也有很多谋误 关于气功 可能大家会立即 即是六华神剑 一阳子 有些气 大家会联想到这些 可能是武装片里面看到的东西 就想着这些就是气功 好像是功夫 其实气功的气 在中医的角度来说 气是解释什么呢 其实是解释我们的生命力 或者我们内在的一些动力 收复能力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这样的生命力去滋养我们的生命 以及维护我们的生命 而如果是西医的角度来说 这个比较贴近的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能力 收复能力 那么功是代表什么呢 其实是代表我们如果经过一系列 有恒常去集练 修炼得回来的一些技术 甚至乎是一门艺术的 这就叫做功 所以气功来说就是我们透过一些 恒常的训练去增强 或者去收复我们的生命力 令到我们可以强生言体 这就叫做气功 不过气功其实有分两大类 有一类叫做医疗气功 医疗气功 顾名思义就是直接用气功的手法 去医治疾病 这个通常会在一些中医会去用 另外一种就是刚刚提及的健身气功 健身气功 如果以我们的国家体育众局 颁布的界定 其实就是一些用我们自身形体 呼吸套立 和心理相结合的一个传统 一个养生保健的运动